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国共两党的这个人呢 也很有意思 你觉得在国民党将领当中 这个杜玉明这个人 他算是一个什么 算是军事方面最牛的 还是一个做人方面 就是与众不同的 他杜玉明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口碑很好 他军事才能很高 另外做人也很好 就是很正直 他不贪腐这些 至少就是不害别人吧 另外呢 就是说不是那么个暴敛 钱财那么一个无耻之徒 他不是那么一个人 他是真正的军人 到最后时候 他被围的陈关章 最后时候讲的是 在最后最后给他发一个电报 说的听说五帝身体欠家 如果有需要 我派飞机跟你接出来 什么意思 就让他给你条生路 你接出来你别打了 你别再打死肺部了 但是杜玉明会说的 我是有病 但我能坚持住 那意思就是说 我作为军人 我应该带过来 他那个时候是决心 就是说这个训了吗 我是军人 你船长 船成了船长能先走吗 这是最基本的道德 他是个职业军人 他基本的一个准则 多有职业道德 对啊 Tatanic你看过没有 船长最后 你是要对这个船负责 你不能先走掉 哪个船长先 你要说立马就走了 军人都不是 而且他真是 就是差点自杀的 他是就说自杀意愿很强烈 对对对 当时拿这个就被警方军逮掉之后 拿大石头砸了个洞 我看他那个砸那个地方 我觉得他 说他自杀 这个有点牵强 那玩意自杀不了 自杀吧 内心痛苦 不是要自杀 太痛苦了 他自杀自杀不了 一个石头能自杀 他要自杀早自杀了 他是有手枪吗 太痛苦了 他实在想不明白 他为之奋斗了这么多年的 这么一个主义 他也是有主义的吗 对对不对 然后我堂堂国军 对不对 怎么到了这种兵败 是是是是 他太痛苦了 况且呢 他弟兄们 现在说的是弟兄们 几十万人 全是因为我的无能 对责任 他那个非军队军队的人 有这份责任 另外还有一点 作为一个这样的高官 他不知道 一旦被捕之后 他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他不知道 他也知道他在战犯 他不怕死 但是他怕受到更晚 另外一种 屈辱 对他不了解这个共产党政策 其实那你说张林甫如果被捕他会投降 绝不会投降 投降不会 投降不会 但是呢 他有所领悟倒是可能的 这个我当时还看到一个曾经看到过一个材料 说是后来调查张林甫是怎么死的 说是在被俘之后被我们的一个战士击毙的 又打死的 你觉得 我没看到这样的资料 我看了资料 就是公道 公道坛的煽动的时候 公道煽动的时候 由于当时我们的伤亡太大 伤亡太大 然后 就干脆就不顾一切了 就给你打死完事 万里 你几枪 还有手的弹筋扔进去了 实际上那时候已经完全没有这样 没有做的必要了 而且战前的 我们向来是有这个政策 就是尽可能升伏最高军事长官 那当然 宣传上的悍处 所以说这事出来以后 这个陈毅中央还批评这个事 陈毅还有一个主动承担责任的一个报告 非常详细的报告 当时怎么回事 当时是什么特务团的负责上叫什么名字 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打死的 我们怎么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然后 而且还没有把张林甫的尸首扔到那个地方 最迅速转移的时候 还是那个大棺材部队还抬着走 还是后葬张林甫 后葬 走的半路上是天气太热了 就没办法 就给葬在一个小村庄里面了 但是呢 还是很隆重的通知了国民党方面 我们给他埋在什么地方了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标记 立了一个什么牌子 然后 国民党军队派人把遗骸 移走了 移到南京去了 讲到讲到三野 我记得我父亲那个时候一直提素玉抱不平 他就说十大元帅没平上 就是说三野 其实你觉得是陈毅在打仗 还是树玉在打仗 树玉吧 这个我们实在是不敢妄谈陈树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在历史上 刘邓是一个词组 一个词组 陈树是一个词组了 是吧 对 但是他的史实是这样的 在真正做打决战的时候 陈毅是不在前下 陈毅是调到了中原局去工作了 但是 肃玉是坚决不做司令员 所以说我们看的战史上永远是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 肃玉 他大将 他是第一位 我想他为什么不能凭袁帅 大家喜欢他 这是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分析私利在红军的时期就有诚意 红军时期凡是平元帅的 我看了一下 红军时期必须是军团长一杀的 宁荣征也是 林彪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宁荣征是政委 对不对 彭诺还是三军团军团长 对不对 对不对 这论资排辈的 他是从红军开始 他不完全算解放 你平军衔终究还有一个政治私利的问题 素玉跟林彪打仗的风格有什么不同 太不一样了 素玉有一点超前意识 超前意识 超前意识 那种他前瞻性 敢于设想 所以说他常常跟毛东电报当中有对峙 他否定毛东很多主意 对 说你这艺术性的那种 纵横的那种感觉 而他是打一打一步是看三步的 华海战役这个词就是他提出来的 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提出这个华海战役这个词的时候 他才打几难呢 内战还不知道打怎么样 那么艰苦 他就想到 那那那 那几个以后 甚至一年以后怎么打 这就为什么人家说他十大远 所以他没牌上有人 战略家 但是林彪呢 他是一个经营计算的 那为他他说 他他是用公式来算的非常清楚的 他不掌握确切情报 他不计算周围的心里没底的时候 他不打这一场 所以说辽审战役出息的时候 他跟毛东吵了那么长时间 吵了几个月 就是算价 他就不难下 他说那我打不了 他先打长春再打 对他是逐步往前走 他说你让我绕过长春和沈阳去打锦州 这不行 我后勤怎么办 对不对 我这个 再说我打 一旦打了 打这个锦州的话 我两面作战 这边说 官内就是胡作义的也不对 我这边还有一个沈阳的威力房集团 这边两面作战 我怎么打 现在的电影都这样描写 就是说他们辽审一打完 毛泽东 烟头脚底一插梭 赶快马上入关 而林彪就是服从 是这样吗 还是当时这个是林彪的组 电影 电影 这个电影 咱们入手 可能是虚构的 电影就是电影 但这是毛泽东的 但是这样的 一开始 毛泽东 至少 像这样的战役 至少休整四个月 至少休整四个月 有的连队都打散了 对 他要重新组织兵员 重新配备干部 后勤 装备弹药 他四个月是这是不为过的 至少一百天吧 咱们这么说 但是呢 由于那时候 傅泽毅有跑的意向 傅泽毅有从天津海口跑的意向 所以说催促他入关 毛泽东确实催促 几次催促入关 林彪老说 我没准备好 我现在不可能 最后干脆下死命了 你几月几亿必须出动 是这 这负责义 他女儿不也是咱的人吗 快来快来 我爸要跑了 呛呛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广气传奇 泰泰勒鸡鸡升级了 吃乐乐 有个圈 新鲜 悠闲 味鲜 健康品质 全面升级 哇 我喜欢 健康美味 圈起来 掌握核心科技 创造超宝新纪元 好空调 格力造 这个在解放战争当中 这个国共两军对垒 他这个战争的残酷性 比如说比那个中国跟日本打的这个残酷性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战争的残酷性没什么区别 他只要是武器和肉体的这种对撞 他同样是残酷 因为我是听说呀 说这个这个中国人跟中国人打呀 往往也打不了什么很狠的仗 打两下或者投降了或者就跑了或者就怎么样了 这个解放战争能狠仗可是比比皆是啊 我刚才说孟良谷不是一个血流成河的战役吗 敌我双方损失 相当大 相当大 而且打了个平手 我算了一下 双方的伤亡是一样的 几乎一样 不过如果纯粹从战争来讲的 两国之间比方说我们德国跟苏联的这个战争的残酷性 要比我们的内战就更大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这里国民党军一投降以后 你不换了衣服就就帮中战争打了 这些而德国人拿的苏联服务 跟苏联拿的德国服务就没那么行 另外一回事 那另外一回事能活着就不错了 你你说的是大的战争 我们说的残酷性 他表现在具体的战斗当中 那是一样的 那是一死我活的 几乎每一战都不是我们想象的 我们的影视写的那样的 不可以去冲啊就上去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处在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 就是好人是一打 坏人就花家 这个呢就是战负人心未定的时候需要做宣传 第二个阶段呢就会宣传对方也很厉害 宣传对方也很厉害呢 更证明这一方的厉害 这个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到第三个阶段呢 恐怕就会更多的就思考 整个战争的残酷性甚至荒谬性 因为战争虽然是很正当的 很必要很伟大 但在另外一方面 after all他也是有很荒谬的地方的 就是就好像你现在回过头来讲 为什么四五年就不能坐下来谈建立另外一个政府模式呢 为什么要导致这么多人死亡呢 等等等等这些 是不是历史的规定就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阶段我们基本上还是没有到 我觉得战争啊 我们千万不能用今天的眼光 去分析 五十年前这场战争该打不该打 我觉得这个不是在一个理论层面上 是不是 我们现在怎么解释中叶 那么那些墓碑还算说不算说 那你不是那么解释 那么解释就解释不通了 现在通伤了 过去埋了地雷 现在又花很大的力气去排了一下 对对 你没办法解释 那时候牺牲的人又该怎么算呢 价值在哪里 还有还有一个朝鲜政权 是 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方式 或者暂时不能 但是总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